苗栗泰安鄉 苗栗泰安鄉 除了溫泉出名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是遊客絕對不會錯過的景點 它就是青安豆腐老街 青安的舊名叫洗水坑 洗水是客家話 就是指乾淨水源的意思 因為這裡的水質甘甜 做出來的豆腐相當嫩滑 吸引很多食客來這裡吃豆腐 慢慢整條街 就開始做手工豆腐的相關美食 成為現在的豆腐老街 嘩 那我們第一間要吃哪一間呢 我們現在在豆腐街 一間七十年的老店 這裡很熱 是啊 你會見到陸陸陸陸 都會有一些家庭主婦 來這裡買他們的一些食材 豆腐菜籍等等之類 而他們這裡的菜籍 都是非常之傳統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黑豆腐 裡面咬起來的口感非常之鬆軟 是有感覺到少許空氣在裡面 吃下去的口感是蓬鬆的 它外層包的這個粉 就是雅樂會覺得口感有點脆脆的 就是內脆軟 而且還加了一些黑胡椒 吃下去很香啊 是一種我們很喜歡吃的炸物 我覺得這個甜辣醬 立刻就變了不同的感覺了 嗯 立刻令它整體的風味增加了不少 讓我來試一下黑豆腐和白豆腐到底有什麼分別吧 我選了一塊比較多黑胡椒的 你也挺出口味的 是啊 然後再點他們的這個蒜蓉醬 這個比較重味 而且它的蒜味很重 因為炸豆腐本身味道不太濃 比較淡 因為他們是手工即造 而且是用他們自己的黃豆磨出來的豆腐 所以加了那個醬味道會濃烈很多 我知道它的黑豆腐和白豆腐的差別了 如果白豆腐的話 裡面是比較實的 空氣比較沒那麼多 吃下去口感比較綿密一點 那我們快點試一下這個 好像花枝丸的豆腐丸子 剛才有問老闆娘 他說他其實是用豆腐磨成蓉 然後加其他配料 所以吃起來 豆腐味道反而沒那麼重 它裡面我剛才吃到冬菇 很特別 而且它的外皮是有炸過的 所以吃起來都是酥酥脆脆的 真的,真的有一顆冬菇在裡面 裡面的材料很多 剛才帶你吃完傳統的豆腐 現在來帶你吃一種有創意 而且是更加刺激美國的秋豆腐 這個很特別,是彩色的 是不是呢 而且讓我告訴你 它三個顏色都是不同的口味 最黑的這個呢 它是竹炭口味 中間這個就是黑豆 紅色的就是最健康的紅曲口味 那我們快點來吃試一下 咦,它連中間都是黑色的 是啊,其實我剛才就在想 它會不會中間是白色 即是外面黑色這樣 它的外皮很香脆 是不是衝擊到你的味覺呢 竹炭現在是一個很健康的一種現代食物的食材 很多東西都會加些竹炭進去一起煮 因為就這樣炒 或者是包在餃子的餡裡面都有的 現在試一下這個 黑豆的臭豆腐 剛才我們有吃過炸的黑豆腐 沒錯,我們剛才是吃炸的黑豆腐 這個是黑豆臭豆腐 黑臭豆腐 這個呢,它的風味又很不同 因為它是經過發酵 它的風味會比較濕明一點 剛才在吃那個黑臭豆腐的時候 有那個 它們有加外面酥酥脆脆的那個粉 還有胡椒粉 而這個呢,就是整個豆腐拿去炸 現在我們試一下這個 紅蝦 最健康的 紅蝦 紅蝦 我覺得它是這三種臭豆腐當中最鬆軟的 它裡面的空間好像比較多 就是很多空氣 所以它吸收了那個蒜蓉的醬汁 都吸收得比較多 特別入味 裡面的水分也特別多 咬下去非常多汁 這個也很厲害 茄汁嗎? 這個是什麼醬? 這是糖醋醬 糖醋臭豆腐 但是它吃下去 不像這個那麼臭 嗯 它的臭味比較不會 好像剛才這個 三色臭豆腐那麼重 它加了這個糖醋醬之後 整個味道 完全不會跟它原本的臭味 去長風頭 沒有違和感 配搭非常之隔 這個真的很像豬血 它也是臭豆腐 你只這樣看 都會想 它是不是麻辣臭豆腐 或者是小火 或者是腸旺之類 以上的都不是 它是藥腺臭豆腐 這個藥腺我告訴你 豬骨味不重 嗯 藥味比較重 藥湯湯的味 我覺得它的豆腐也是一樣 它裡面吸滿了這些 藥腺湯的味道 真的嗎? 雖然你咬下去 所以你咬下去